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戏的动作部分 雷 关于雷的事情 雷的我们可以把它放到有力量的东西 风我们变成很飘逸的感觉 如果水会更有一种透明性 透明而且有威力的事情也会发生 然后地 如果有地裂的话 有些危险的部分也可以给观众一些视角的感觉 雷的东西 我可能会表达就是用船头来表达一些力量 如果是水飘的 可能是水飘的动作 去发出去 比较末万一点点的 就好像有些末万的人 他会觉得动作比较鬼怪 也会拍一些跳舞的动作来表达这个人的每一个人的性格 秦琴的表演 秦琴的表演 因为他第一次拍动作戏 因为 但是他最大的要点就是他懂跳舞 对我来说 我挺喜欢跟跳舞的演员一起合作 因为他们的集体演员 还有他们的面对一些舞台的表演是 但是很大的 他们可以放出去 那么 我在配合他的时候 他慢慢了解我 我会真正示范给他看 示范给他看 他有我的影子 然后有我的影子之后 他模仿 就好像他排练舞一样 他会模仿一个跳舞的老师 然后 一天一天吸收我的东西 就一天一天就进步下去 然后慢慢慢慢 慢慢胆子都大了 然后 我说可以你胆子大了吗 慢慢给他掉一些胃牙 有一次掉胃牙掉到半空都不放他下来 因为他有在空中表演 到一个情绪之后 他在空中的表演可能有对一些 对一些大自然的环境来对打 所以在空中可能有很多表演 我有在掉到空中的时候 我有很多抗牌啊 或者什么都有配合 所以他也很愿意 也慢慢很大胆 也很愿意 也很啊 很过瘾啊 就是这样 我看到他就过 他有低 他有跳舞的低 所以他对 他就腾胸 腾胸啊 翻根斗啊 他很 他很容易驾驭的 他 他懂 所以我这部戏 我用剧情来配合他 后来 因为他是大地之舞 后来他变成大地之舞 他可以控制到所有大自然的东西 那么 就跟他平常做的动作不一样了 他的动作可能是一手 一举手一头猪 都会在动画里面表达他 他把他的地改变啊 因为 因为 他这个大地之舞都有明硕了 所有的 大自然都有被他控制 所以有控制 树啊 草啊 或者是风啊 所有大的动作都有配合 我的动画画面来做 但是他的动作很药美的 因为他是 跳舞出身也是 所以很多 手的动作 他都 他很容易 来 配合我 因为我们都有 第一个系的默契 他都有上 他很顺应我 所以 他的 OK 他的动作是 完全配合到 应该是他 给我感受到我年轻了 因为我可以跟一般小朋友合作 他们有他们的 他们的情绪有 他会带动到我 我激动的一种情况 因为他们很有活力 就是 玩不累的小朋友这样 所以他们的派 每个人的派动作都很开心的 而且很愿意去 去 去 给自己去 去表演 最好你给我表演 你掉尾牙 就给我掉尾牙 对了 如果我也能 能做到有些 前面有爆炸的 哇 自己好像真的要 发功的 这个很开心的 他们很开心的 吓死我了 哇 怎么样 我都吓死我了 整体上每个演员都很努力 因为我们都经历过几个月 从训练 从零开始 从大家都不认识的 从零 从不懂 然后都有一个真的很 很真实的画面 而且是从文字的剧本上面 变成一个画面 给观众看 他们每个人都 我做得到了 我做得到里面的东西 他们也很开心的 对 其实 是他们帮得我很大的忙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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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